怎么酒象听音又要哪了 酒象听音跟哪呢 我尊贵的VIP用户 打到这儿 两位像吧 好嘞 我尊贵的VIP酒象听音怎么的了 我英哥 英哥听得到吗 感谢幻想的事 有一个事 我现在心里挺憋屈的 就是有点类似于前两天 那个就是地铁那个残疾人 那个事你知道吧 我现在工作上也遭遇了这个事 就是属于 你属于被遭遇了 类似吧 算是好心派坏事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咱家直播人常住盖帽 你绕着说 就是简单两句话 就是一方面要求我们要人性化 然后一方面要求法相不法 禀公之法 那不好意思 禀公之法 对 然后结果呢 就是我这边就是调解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把这事解决了 解决了以后 然后结果这个 这个他妈不是人的玩意 反手就去反了 然后明天要找我谈话的单位 那个单位 那你具体是哪 哪操作 他们认为不当了 就是很轻微的一个小事吧 你要是如果硬说的话 也算是一个小的成绩瑕疵吧 但是这个中间我没有任何的就是陈达卡要或者利益关联 这城市咱这个小瑕疵是大错吗 你这不是瑕疵吗 不是大错 因为跟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 但是我就很憋屈很委屈 因为明天找 明天找人 今天那个下班的时候给我发出通知 让我明天找去谈话 你是了解情况还是去谈话 谈话 谈话那就是 明天要求把那个 把权料产准备齐全 准备齐全 那真的准备齐全不是 你别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 准备齐全是了解情况 结果处罚才是谈话 我倒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因为这个是吧 就是直播间这么多人 然后我也说 我说我光明磊落 但是现在就是 我感觉这个事特别的憋屈 有的时候 我这你说 是纯纯的好心办一款事 那我问你 来这么一下 私底下我问你 你认为这人是坏人吗 哎呀 我 是不是卡着 他是不是卡着你腰眼的了 我只能说无赖吧 我也不能说人家好 就是卡着你腰眼的 耍无赖嘛 对吧 你只要你是光明磊落 你问心无愧的 我认为 没没点所谓的 那错误 是咱错误 咱咱就认 但我这个 因为你这没法明说 你是啥事 我也没办法去了解 怎么着 这能不能翻盘 还有没有翻盘机会 倒是我这个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就是 因为我说嘛 就是说 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对吧 因为就是说 说白了也不是说花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 包括我这个号 像也算等级也不低了 我原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连麦的时候 当时的 我跟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也说了 我说 我说我可以 你们随便来查我 我说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就是光明磊落的 那没事 该什么是什么 但是我这么跟你说 首先 有人反映 我不可能不作为 我要有交代的 找你谈话 就是我的作为 了解事情全貌的话 我也有我的衡量 衡量标准 人无完人 你说你在执行作业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瑕疵 有瑕疵咱就认嘛 人不可能不犯错的 这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 但是如果瑕疵碰上好人 那就是你的工作成长率 如果瑕疵碰上坏人 那就是你工作当中的这个绊脚石 他一定会给你个坎 说白了 这东西对你后半生不是坏事 他有了 才能让你未来在大事上面不卡跟头 你这不是小事吗 对吧 我说这话可能有点太官方了 咋地的 你要没这经验 以后说这有点吓死 当时犯的时候 你都知道是吓死了 问题不大 不举小节 回头发现 哎呀 你看这事怎么 他还整这事 真没想到这人干这事 你等到以后 你要大事上犯这事 你就没有犯身机会了 但工作程当中成长 肯定得是 肯定得是有成长机会的 那什么叫成长机会 通通通通通看别人 他今天栽了 马上我可以从他身上吸血油教训 如果真的行的话 我们现在人类科技可能 就人类发展社会 可能都是立下一个维度的了 总有些事是需要自己去创遍南墙的 就像工作当中的成长 人生的道理 包括什么不要扫链 哪 有些南墙是必创的 你在工作当中也不可能一点不犯毛病 你说我这人干了50年 对吧 我干了50年 干班 我啥毛病没犯 要不然就是毛病 被人家就是吸收了 被人家自己线下和解了 要不然就是毛病被你藏起来了 不可能没有毛病的 人嘛 你又不是机器 机器都出座 别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 你碰见坏人了 你就啥毛病没有 明天人家丢正举报你咋的了 对不对 龙泰英哥 好了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 我只能就是说 最后一句吧 就是说 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感谢宋可言 不耽误你了 没事 你心里面平复一下 不是耽误不耽误的 这个我告诉你 傻活 你就搁底下听 傻活 它一定是 肯定是能被人挑出毛病的 你就我就坐在那 去年 我去年这时候我不饿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 告诉大家 美国没像你们想那么好 那都有质疑你的 我说没像你们想那么好 他也不咋地 对吧 这地方不是天堂 来了一样 得找活 而且融入不进去 那边大哥听完说好 像送客言 送个轮船 这边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举报你了 他往前办举报你去了 最小的美国 最小的那啥了 洗钱了 那你咋的了 你不忍的吗 你要说因为一个坏人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结论 不希望 包括你们生活当中 谁碰见了也好 不管是不是他这个职位 就是那个科研 稍等 稍等我把这个话说完 就是你们现实生活中 不管什么职位 不要因为你碰见一个坏人 说那我下回不这样的 本来我现在给他个通融 本来我现在行个方便 对吧 完了回头他给我整上这个 也不用 你说错以后咱们不犯了 但是心你不能变 为啥呢 他是个坏人 他不能改变你对别人的看法 什么概念呢 就我经常说的面馆效应 上一个来吃面的黑脸 说你面不好吃 下一个进来的说好吃 你不信 再下一个进来的 还没表态呢 你一把帮把碗子捡走 乐吃不吃 不吃你就走 那不行 因为你天天要经历的 面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你得保持你初心 不忘你初心 你不能碰着俩驴马烂的 天天他质疑我 没天他举报我 不不饿了 不说了 那就完了 那你的人生就是因为被别人去左右吗 你得坚持你该坚持的东西 你的心当时给他行这个方面也好 还是你犯的错 你的心是为了啥 我下次再不犯错 从情况下我心不能变 不要因为碰见一件事 我从行了 从结后不这样的 我变成个麻木人 来拿证证 拿证过来 拿证明书 没完 没完东西不行 办不了 现在这种人少吗 我实话是说 咱不指脏骂怀说 这种人少吗 这种人曾经可能跟你一样 都是特别认识 一身干劲 耐不住有坏人呢 我说那干啥 我干那干啥 这是一种开解自己的方式 但是你如果因为一个人改变自己了以后 以后的方向 全都会变成这样 拿证证不行 别说 没有用 废话 你都想 我这办事 你整这嘴脸干啥 是啥 你不知道他前面经历的故事 但是他你前面经历的故事 与这个人毫无关系 该保持咱得保持 不忘初心 好不好 好好开解开解自己 因为一个驴马烂的 咱这么说 你干这些年 夸你的是不是得至少都有十个 就一个说你不好的 你搭理他 因为这一个我不活了 因为我这衣服上 我这现在 我衣服这会儿 刚才掉个有点衣服不穿了 我给他买个大窟窿 给他买个大口子不穿了 我理他是个点 不理他你看见了 对不对 不用搭理他嘛